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5号星期日 星期六 今天算是正式是圣诞节 对吧 昨天是Crimps Eve圣诞前夜 今天是正式圣诞节 今天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这两天好像也基本上没怎么录 前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饭 他点了一瓶酒 我就喝了一小杯 我那一杯有一两吗 可能都没有 他那酒我觉得有点什么问题 那酒喝的我 喝完酒 从昨天到前天都不好 我感觉那种感觉就跟喝了假酒一样 你知道吗 当然他那个酒的是在店里买的 店里买 店里的酒一般都挺贵的 然后特别不好 我以前喝过两次比较严重的都没事 是吧 有一次在土豪家喝了一瓶 好像600多的红酒 还有另外一次 也是来拉斯跟一个朋友 好像也喝了一盘洋酒 那是什么我也忘了 反正据说也是 他当时买是600多 后来现在已经到1000多了 反正就是说后来那酒还涨价了 那两次其实我喝的都比这次要多的多 都没事 光开心也不难受 我发现这个酒 我现在已经跟我老婆说了 让我老婆以后监督我 你知道吗 以后500美元以下的酒我就不喝了 喝完了我不舒服 真的 真的是不行 我那个人穷命喝不了这种 你知道吗 便宜酒 你知道 喝的我 喝了两天 我跟你说 真的 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喝的酒不好 还是因为是不是被传染了 这叫什么奥米克隆是什么的 是不是 反正弄了两天 今天终于感觉自己又活过来 太难受了 你怎么酒喝的 但我觉得也不像是奥米克隆 因为奥米克隆可能更严重一点 我这个情况就跟以前喝了不好 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上学在学校里 跟同学晚上喝酒 上学的时候就买那便宜酒 十几块的 二十块钱的酒 你知道吗 喝完之后那种感受就跟现在一样 为什么我不愿意喝酒 就在这 因为喝不起好的 我要喝好的 没准能多喝点 这种不好的喝不多 真不行 我这意思 中心今天算缓过来了 台湾要拥有核武器 当然这个事 其实已经说了几十年了 最早在8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谈这个事情 几十年过来 但是现在看来台湾越来越接近于拥有核武器了 首先来讲 日本工程社先报道 他给了消息 说多名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 跟日本工程社透露消息 说日本自卫队与美国军队和美军 已经制定了台湾武统 大陆在武统台湾时的联合作战计划草案 已经制定好了 内容包括在突发事态的初期阶段 美国海津陆战队在日本陆尔岛 至冲城县的南西诸岛设置临时的攻击中的军事剧短 而且甚至当地居民有可能会被迫的卷入战斗 那么怎么撤离居民 怎么在这个战斗中保护当地老百姓 这些都开始做了作战计划 这是美军还有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怎么配合 那么具体谁来负责什么 军容草案已经出来了 就说明包括日本海台湾海这边 可以说处于一个临战状态了 几乎可以这么说 他已经把作战计划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对吧 就是说面临的可能面临战争 那么这是日本工程社 然后美国外交事务的期刊发文 说台湾受到大陆的持续威胁 以及现在他们得到消息 就是说美国在挑唆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预测台湾十年之内会拥有核武器 好 这个消息出来就炸了锅了 台湾的官务部长邱国正马上出来宣誓 说保证重申再次重申强调 台湾的三不原则 就是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核武器相关技术 就是说给台湾吓坏了 但是我要说台湾实质上是拥有核武器的 明白吗 这个东西只是在政策层面 为什么这么说 60年代的时候 为应应就是说大陆当时不拥有了核武器 那么蒋介石就马上指派 要以研发核能发电为掩护 就表面上对外说 我们研究核能发电为掩护 让台湾的中科院秘密进行核武器的研发 一直持续到了蒋经国时期 然后美国为避免局势恶化 一直打压台湾获得核武器 不希望台湾获得核武器 到了1988年的时候 台湾中科院核研所前副所长张献毅上销 被美国中兴局CIA的策反 弃职逃往 连夜逃往 在CIA的帮助之下逃往美国 提供了台湾核研所的全部资料 然后证明台湾已经 就是说到拥有核武器 就剩临门一脚了 然后美国第一时间派人到台湾 逼迫台湾监督台湾中科院 将所有核武器研究的设备 全部拆除 不允许台湾 让台湾保证不许有核武器 张献毅教授在2017年 与台湾媒体的采访 他不敢回来 还怕被抓 不敢回来 2017年被台湾媒体的视频采访的时候 他说当时台湾在1988年 他叛逃的时候 距离造成核武器 只剩最后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他说快了三个月就能建成 慢了半年 也可以建成核武器了 核弹就能建成了 而且当时就在1988年 当时具备的能力 就已经能够在三到六个月 建成核弹头 并且能把它投放到指定目标 实际上在1988年 就已经踩到红线了 已经到那了 就纠纱临门这一脚了 最后的临门一脚 那么CNA其实一直在监督 台湾的核武器研究 所以到了最后了 其实台湾也不希望通过CNA 策反 美国也不希望通过CNA 策反台湾核拳所的副导长走 但是那时候真是没办法 那时候美国如果再不行动的话 台湾就融合了 一旦融合了之后 你再才行动就来不及了 所以CNA其实当时也是很难堪 但是不得不就这么做了 2019年已故的前行政院长 郝伯村在回忆录中就张献毅叛逃事件 就台湾核武器实现 他也说他也承认 他说台湾实际上在1988年 已经具备能力制造核武器了 而且当时马上就要开始制造了 已经完全都搞定了 还有三个月就能干成 但是他说美国CNA这么做是错误的 而且伤害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感情 他说不生产核武器是台湾的国策 就说我们当时并没有打算要制造核武器 我们只是想拥有技术 就是说技术我们已经完完全全掌握了 我们是可以制造 但是我们不会知道 即使你不策反它 我们也不制造 反正这是郝伯村的回忆录这么说 当然几十年前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张献毅和郝伯村他们说什么来讲 那就是共存国用礼 普罗普用礼 但是不管是美国的CIA 还是张献毅还是郝伯村 实际上他们都承认了一点 就是说什么 台湾三个月 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 众有的技术 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 就可以制造核武器 那么定基本国策 首先意思就是说 没有不想踩大陆的红线 什么意思 就美国国防部的2021年度 中国军事报告中就提及了 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几大红线 条件之一 就是台湾中有的核武器 台湾只要中有核武器 中国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红线了 必须要有个动作了 要不然就是没法弄了 没法武统了 所以就不让他中有核武器 好吧 那么台湾实际上 我想讲到这里就明显一点 台湾有核还是没有核的话 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是政策问题 是国策问题 是什么 是一种政治需要 明白吗 就是如果政治需要的话 就可以有 政治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就不做 它只是一个是台湾的一个国策的问题 这个到底由谁说了算 实际上不是由台湾说了算 是由美国说了算 美国来决定台湾到底有没有核武器 现在美国要不要 说实话 现在很明显的感觉 美国现在需要台湾有核武器 我觉得拜登和江泽民有点像 当然这样来讲 你说能不能怪台湾 会不会怪美国 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真正打破核武器平衡的 是大陆 是中国共产党 罪魁后首是江泽民 是在江泽民时期 同意帮助北朝鲜发展核武器 北朝鲜金正恩到现在 Rocketman 火箭人 川普说的火箭人 天天放火箭 搞核实验 火箭人怎么拥有的核武器 是在中国大陆的帮助之下 是江泽民时期的这么一个国策 一个策略 就是让北朝鲜拥有核武器 让北朝鲜来吓唬美国 然后中国再通过对北朝鲜的控制 来控制北朝鲜的核武器 但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 实际上北朝鲜 当年的北朝鲜 金正恩的父亲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 跟江泽民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然后 所以当时就是说误判了 没想到后面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知道吗 那也就是说老共打破了平衡之后 本来就是中美之间有一个平衡 有一个默契 就是中国不帮助北朝鲜发展核武器 美国不允许台湾发展核武器 台湾实际上是不需要帮助的 但是北朝鲜是得到了中国的帮助 你知道吗 北朝鲜甚至它的一些原料 也得到中国的帮助 没有中国帮助 北朝鲜是没有办法 但台湾不一样 台湾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就可以拥有核武器 而且台湾拥有核电站 知道吗 它各种东西它都是齐全的 从计划 实际上1988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可以造核武器了 现在能几十年过去了 早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现在对台湾量 根本就不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什么 技术上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难关或难题 要需要克服了 80年代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 现在就完全 对不对 台湾 台积弹他们现在拥有的技术 已经不是核武器的问题了 对不对 技术层面上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们的造核武器就跟玩一样了 知道吧 台湾造核武器 就跟让台积电造辆自行车差不多 你知道吧 说干就干了 知道吧 现在估计都中不了三个月到半年 以前88年的时候 还需要三个月到六个月 现在估计一个到两个月就搞出来了 七十咔嚓就出来了 随时需要 随时搞 日本也是这样子 日本和台湾都是 就是随时需要 随时搞 这个技术早就都掌握 这没有问题 只不过就是说政治需要 从政治上来讲 不希望 就是说真正的持有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那么美国当然一点 由于中共的挑拨 打破了核平衡 北朝鲜现在有核 融合 北朝鲜现在 而且现在北朝鲜融合 已经变成了就合理合法了 变成了一种 就是默认了 刚开始还有点反应 现在也没反应了 现在也没办法 你只能就默认 北朝鲜是中走核武器的了 那么就是说台湾这的问题 就在这了 那么就是说 当然有一点你要明白 就是说 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比较像 都是强人 你知道吗 这种强人是不会允许的 如果当年是习近平执政的话 习近平绝对不会帮助北朝鲜 去发展核武器 你知道吗 就说明什么 说明江泽民实际上没有习近平这么强 外强中干 你知道吗 这是江泽民的问题 拜登也是 拜登实际上没有川普强硬 拜登也是外强中干 只有这种外强中干的领导人 才会搞这种小动作 搞这种的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知道吗 江泽民就是鼓励了北朝鲜中的核武器 现在拜登实际上是默许台湾 甚至某种程度上 像美国刚刚说到美国《北朝》杂志也说 现在美国实际上在挑拨 在挑唆 挑唆台湾去拥有核武器 就是你们干脆你们自己保护自己 也别指望我们了 我们确实还得死人 对不对 你们自己来 你们拿核武器你们跟大陆对着扔得了 你们死活根本没关系 对不对 这样你们到时反正 你家冤家扔他 他冤家扔你 死来死去的不都是你们中国人 跟美国没关系 这就是拜登的思维方式 你知道吗 这种外强中干的这种领导人 就搞这种事 要川普绝对不允许 你知道吗 当然也不好说 因为现在对 就是说这意思 反正要习近平的话 我相信是不会允许的 习近平不会允许 因为习近平还是比较明智 习近平很明白 北朝鲜中有核武器 最大的威胁是谁 是北京 不是美国 知道吗 台湾有了核武器 拜登以为台湾有了核武器 他没事 知道吗 其实台湾有了核武器 直接威胁的 实际上也是美国 都是有威胁的 其实他明白不了这道理 还有一点 就不明白拜登背后的利益集团 到底是什么 就所谓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深层政府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明白 反正他们的思维方式 跟我们不太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挑唆默许 台湾有核武器 他们实际上在挑拨默许 伊朗也有核武器 你看自打拜登上台之后 包括在奥巴马时期 就玩命的帮助伊朗 发展核能 核研究 核电站 让伊朗合法的 其中有核能力 核力量 实际上 他在搞核电站的时候 可以极大的帮助他 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了解 和技术储备 而伊朗实际上 它的人员跟当年蒋介石一样 是以研究核能发电为掩护 实质在研究核武器 其实都是如此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拜登背后的深层政府 他不但不阻止这个事情 他还在鼓励这个事情 这个来讲 实际上就涉及到 我觉得就是说 未来的这种发展 有这么两种的观点 不知道大家看过 没看过 复仇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里面 就是灭霸 灭霸的观点 就是说生物太多 那么应该就是说减少生物 但是灭霸的观点 就是说是按比例的 就是说公平的去减少 但是有另外一种观点 就不一样 我这样 我回来 我在录一期 因为这个一说 说的就比较多了 我在说 因为现在有这么两种的 就未来发展的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好吧 我回来再录一起 因为估计一说 又得说个20分钟内 好吧 反正再说 但是台湾就是说 我想说的这种 就是说台湾中和这个事 实际上吵来吵去 只是在政策层面 在政治层面去考 去吵 实质上来讲 其实不用吵 台湾的等于是 就是说几乎等于是 就是的始终有核武器的 跟日本是一样 好吧 所以大陆真的把台湾逼极了的话 这个狗极了跳墙 兔子极的咬人的话 有些事不好说 好吧 那真心的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